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中国男男兵强瓦装 四日赛传来重大喜训 郭思强刘维为兴奋的 今天和乔迷们一起聊一聊中国男男 宗舍周知啊 在近期中国男男公布了 传新的集训大名单 也是引发了乔迷的广泛热议 那么这份名单啊 中国男男真的是兵强瓦装 不管是从 队员层面还是从教练层面 都是挑衅去了 目前国内临赛最为优秀的球人和教练了 那么首先在球人方面呢 几乎涵盖了各个位置啊 最为顶尽的球人 甚至连在海外临赛 征战的周期啊 也被征造 可以看出啊 中国男男希望在接下来的四日赛上面呢 能够用优秀的表现 回报所有的球迷 那么除了豪华的 这个球男阵容之外啊 我们也要提一下 本次国家队的教练阵容 除了大家所思无知的 杜峰指导和郭世强指导 两位冠军教头之外啊 本次国家队还重新 抽掉了浙江队的举帅刘维为 众所周知啊 刘维为是一位非常精通的小球战术的大师 个人的执教风格非常新铭 执教能力啊 也非常的优秀 那么刘维为的加盟 将会进一步的丰富 中国男男的战术打法 众所周知啊 在前面啊 中国男男阵战国际大赛的时候啊 很多球迷看出了一个胆板 那就是中国男男啊 特别不擅长外星战术 在国际大赛上面呢 依然是以内性进攻为局 其实啊 这已经不符合 中国男男目前的这种结构 现在的中国男男啊 实际上 外星球人的实力 要更加强劲一些 那么因此啊 中国男男教练组 增加了刘维为之后啊 那就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 在接下来的两场试入赛上面呢 中国男男很有可能会以外星进攻为局 以国外能 无情等外星核心啊 来制定战术 那么内性的球软 主要是保护篮板 以及啊 这一个 内性防守 然后呢 进攻 可能会以外星投射为局 这对于中国男男而已呢 应该是一次传信的尝试 那么除了中国男男 自身的豪华阵容之外啊 在近期呢 四日赛方面呢 又传来了一条重大喜讯 那就是啊 这个日本男男公布了 本次四日赛的几球大名单 那么其中啊 很多球迷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日本队的几位NBA球星呢 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那就意味着啊 日本队对于本次四日赛 我们中国队的两场比赛啊 并不是太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啊 这个日本队 已经提前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那么因此啊 在资格赛上面 他们就没有必要啊 中国男男啊 硬钢到底 在这个时候啊 日本队啊 选择了隐藏实力 这对于中国男男而已呢 应该是一条重大的习讯 那么日本队缺少了 以八层类为首的NBA球星之后啊 整体实力啊 大幅度下降 中国男男在前面亚洲杯的比赛上面 曾经击败过 缺少了八层类的日本男男 那么现在啊 中国男男的整体阵容实力啊 进一步增强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的话 不去意外的话了 中国男男应该能够啊 成功横扫日本队 那么作为郭世强 刘伟伟两位助理教练啊 能够跟随着中国男男 征战国际大赛 如果能够带你球队 取得憨常领你大胜的话了 他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刘伟伟知道 如果能够将吴琴调教出来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男男而赢呢 将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男男目前缺少的就是 外星的三分神投手 希望呢 在刘伟伟的指导之下呢 吴琴在接下来的比赛啊 能够赢来超级大爆发 小银行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